都是因为孕期的这些激素水平的影响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 非常多的孕产妇早上起来会说 我这个手很麻 甚至连握拳头都握不上 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 那我们会告诉他 这是因为体内在孕期分泌一些 要叫做我们叫做松弛素 他为所有这些关节 让他尽量松弛 这是人体自然的调节 要为孩子出来创造一个最好的条件 那作用在这个腕关节的地方 呃本身关节的松弛 加上这种神经的水肿 都可能造成这种腕管的综合征的表现 会出现这样手麻呀 手握手无力 但是因为是运气激素水平的影响 没有什么太好的缓解的办法 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呢 早上起来可以自己打一盆热水 从这个腕子以下泡在水里 做这种悬腕抓的动作 能稍微好一些 那么平常的时候呢 还可以做到这个转球 转核桃这样的情况 只能帮着稍微有所缓解 但是完全好 要等认诊结束以后 感谢观看